欢迎收看千涵的晚间课新闻 大家晚上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是 融券回补潮启动 16党助攻多头反攻 台股融券回补大西登场 515家上市贵企业 23.4万张融券 总计于183.2亿元的回补买盘 将在清明节前起步进场 为台股多头反攻增添柴火 其中市值千亿以上的大型企业 有联发科、富邦金、国泰金、联电、长荣、联勇等共16党 低金投顾董事长陈一光也指出 由于融券回补和年报季报公布的时机相近 预料上市贵个股的营收成长 题材想象等人事市场关注的焦点 随着去年与今年第一季财报公布 融券全面回补 以及520前政策偏多 台股下党支撑仍然存在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不妨多加留意 以上资讯仅供参考 科新闻我们晚安啰 咕咕咕 GOOD NIGHT 说明 周诺